中国大陆从中秋节开始进入围棋八天的黄金周假期 高速公路出现严重塞车 大陆昨天就有24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意外 一辆观光巴士今天在行驶间撞上了货柜车之后 起火燃烧导致车上6人死亡 其中包括5名德国人 大陆每年平均有800多万例人工流产 在大陆88.2%的不育女性做过人流手术 一年内尤其是6个月内的重复人工流产的危害最大 称为高危流产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复流产率更高达50% 人工流产已经成为影响大陆广大女性生殖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社会问题 一度风光的比亚迪如今巨星陨落 除了公司净利急速下降 负债率急速上升 资金链也出现断裂危机 过去支撑公司的成功因素也不复存在 眼下只剩下残酷的市场竞争 经常野太电视正面报道